经历试探 思考题三十二 重生是获得新的生命 整个重生过程的存在 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新的生命 或者说是为了获得生命 它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从非人转变为人 或者从死的变成活的 所以当我们以前的 并不比动物好的生命状态 因遭遇不幸而瓦解后 我们就不能不在真理和谬物之间徘徊 真理属于新生命 谬物属于旧生命 早先的生命状态若不被摧毁 这种不确定状态就无法呈现 属灵的种子就无法播种在我们里面 因为没有土壤 在自属天的奥秘 848节1 核心理念 不幸的经历可以打破我们对世俗事物的依恋 因为它可以向我们展示那些欲望到底有多浅薄 这种认识可以促使灵性成长 我们内在的充满爱的自我和外在的自私自利的自我发生冲突 我们开始徘徊于正在学习的属灵真理和主导我们一生的谬物观念之间 于是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我们是要前进还是要维持原样 如果我们能够开始前行 我们能否不坠回曾经的老路 反思 你认为自己处于灵性成长中吗 如果是的话 它是如何开始的 在你的旅程中 你是否感觉到起伏 你是否曾有机会经历过或见证过别人的成长 但却未能接触果实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如果采取了哪些措施 本来可以使这成长 结出果实的 啬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ïpạn come lane